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包括昨天公布初步确诊 由美国抵港的32岁男患者 政府专家顾问许恕昌族建议 社区要提高接种率到8至9成 才可以应对Delta变种病毒 7宗输入个案分别由美国、坦桑尼亚、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抵港 全部已经完成接种伏必泰、科兴又或者强生疫苗 其中三个人验出带有L452R变种病毒 包括住在上环海景大厦的32岁男人 大厦完成遗风行动 大约300个人接受检测 没有人确诊 大约70户没有人应没 政府专家顾问许恕昌说 男患者连续三次检测水平都是病毒量低 相信只是残留病毒不会有传播性 又说Delta变种病毒会减低疫苗的保护功效 社区要有更高的接种率 才可以产生群体免疫 以应付变种病毒 以往病毒新出现 一个人可以传2至3个人 但现在随着Delta变种病毒出现 一个人可以传到6个 所以现在在美国传染病的学会 他都建议将目标提升到8至9成人口 7成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希望可以9月尾之前踏到 许恕昌认为本港要做好外防输入 酒店和机场员工等公围群组 应该尽快接种疫苗 无线电视机载梁卓音部 他们还要做好外防输入 达到5月份 都能够起来 我为他感觉到